This has been 你的脸上 还有沙发上面 那比如说 在你的照片里头 我觉得你也对 不同的情景 尤其是你人在现场 感觉是蛮浓烈的 这回More Earth 我们来讲说 这文艺名 可不可以是多土 这样子 没有 就是地球至上 地球至上 地球优先 我们多想一点地球 More Earth OK 我知道之前呢 这个概念的展览 在台湾很多不同的地方 你刚刚举行过 在台北 台中 高雄 过去展出的是 40样不同的作品 台北 不一样 高雄是50几件 台北也是50几件 台中比较少 那这边因为 因为我 我不是全部用莱卡拍的 其中有一半是莱卡拍的 所以我把莱卡的部分都拿来了 所以这14张 都是用莱卡相机拍的 应该有20张吧 14张 刚好14张 而且我很好奇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接触摄影的 我应该是 03年的时候 我去北海道 那我刚好那时候 跟朋友借一个底片机 因为那个数位的相机 到寒冷的地方 那个电池会没不见了 所以我就跟朋友借个底片机 然后我去拍的是彩色的照片 但是那个时候是因为下大雪 拍出来 回来看 怎么都是变成黑白的 因为那个有雪的世界 就只有白色的雪 跟看不太清楚的景色 变得灰蒙蒙的 对 那我就觉得 对我来讲是一个shock 后来我开始 用底片拍照片之后 我就发现照片的美妙的地方 然后就开始拍照 所以你是用黑白底片 还是用彩色底片 我一刚开始用彩色的 后来才发现说 黑白的 其实想象力更丰富 我知道这一系列 其实是用了莱卡的M6跟M7 这两台现在市场上面 已经没有得卖了 大概是私底下 自己去收购的吧 对 会用莱卡是这样子 因为我一开始是买那个 那个Kano那种 Kano EOS3吧 自动的 自动的 然后配那个很长的 白色大镜头 那个小白 然后我就拿去 那个跟朋友 跟陈森他们 给你们看 我开了我的新相机 这样子 然后他们一群人就哈哈大笑 说你是赏鸟协会的 去拍小鸟 需要这么大的镜头 对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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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森协会就不懂摄影了吗 后来 后来 他懂了 他也有拍 后来我就 我就听说莱卡是王道 那我一玩 我就上手了 因为莱卡的那个 他是有感情的 他的快门声音是有感情的 我对莱卡最喜欢的是 那个快门的声音 就是你拍别的东西 你就拍照而已 但是莱卡的时候 你不是只是拍照 那个东西不是只拍照 因为那个快门是有 对你对那个东西的感情这样子 而且他有他他有那个重量 所以所以反而让你觉得拍照 是一个仪式 是一个 不是不只是记录那个东西的 是一个心灵跟那个景物的交流 这样子 我觉得陈森在他的树里面出现的 就比较迷烂 多一点色彩那样子的一些照片 他拍的都脏脏的 哈哈哈哈 那你的呢 你的风格可以怎么说 我就有思议 有思议